盧莎也不是前证词才说 从医台湾之后要再教育台湾人 我就建议啦 你就直接把这句话写进去你们的白皮书里面 那这样子台湾人搞不好还会敬你们 七条汉子 大家好我是新生律师 又来到我们一周新闻回顾的时间咯 那本周呢因为刚刚经历过 培洛西访台以及中国对台军演这两大事件 那相关新闻跟话题呢还是不断在延烧 比如说像是华春莹帮台湾做了个美食地图 或者是卢沙也说要再教育台湾人等等 所以我是觉得啦 他们中国每天放这些话 他们不累我都累了 而且呢台湾还有更重要的国内外大小事情 要去面对跟讨论 所以呢本周的新闻选题我们还是回归正题 还是选了五个国内外值得关注的大小新闻 但是呢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时间咯 在台北工作生活的你对台北的印象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即将在8月27日登场的 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 这次策展的主轴是台北的未来 其中规划了三大展区 分别规划了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 打开台北共融社会 创新创业智慧城市六大主题 让我们从不同面向一起见证台北的改变 进一步展望未来 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将从8月27日到9月11日 在花博增业冠军新周边还有市集和各种精彩的展演哦 有兴趣的话快来参加 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吧 好 票选第五名的新闻呢 就是马斯克卖进70亿美元特斯拉股票房 被迫收购推特占了8%的票数 那这个马斯克跟推特这场大戏啊 我之前呢有特地做了一集影片 跟大家解说 为什么推特一下子不卖 一下子又要卖 马斯克一下子要买 一下子又不买了嘞 那他们两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爱恨情仇的事情啊 那最新的官司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哦 大家都可以去看那集影片来补一下脉络 而最新的发展是呢 美国的德拉瓦州恒平法院裁定 这场官司将在10月份就开始开庭审理了 那等于说呢 马斯克他有点出师不力啦 因为他原本是希望 可以拖到明年2月才开始开庭 那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感受到 这场官司的开局 有点不力的感觉 那有点压力了呢 因此哦 美国的政管会在上周就宣布说 哎 马斯克啊 他近期竟然卖掉了 790万股的特斯拉股票 使他的持股呢 已经降到了15% 而且换线将近70亿美金 这个消息出来 当然就很多特斯拉的股东 非常的不满啊 哎 马斯克你不久之前不是还说 你绝对不会再卖特斯拉股票吗 所以呢 就有人在推特上面问他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而马斯克他也承认说是真的哦 因为他要为被迫收购推特这件事情 来做好准备 那我不知道说 马斯克他这样子讲是真的还是假的啦 是不是他在演戏呢 还是另外的说法 还是他真的 你需要来卖特斯拉股票 来换现金哦 那我们之前也有谈过 虽然马斯克他会为世界首富 但是他手上的现金是明显不足以把推特整个吃下来 他要成功收购推特势必要把特斯拉股票卖掉来换取现金 所以呢特斯拉的股东不知道会不会有被骗的感觉 还是他们早就预料到一定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以我这个第三人旁观者的立场来说 我会认为说推特他毕竟是一个没有走在那么流行趋势尖端的平台哦 但是呢特斯拉他无论是在电池技术或者是在自动驾驶方面的技术 目前都还是业界的佼佼者 所以马斯克做这样子的交易到底划不划算 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要收购推特才把特斯拉股票卖掉的关系咧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咯 好票选第四名的新闻呢 就是中国公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占了12%的票数 那看到这个新闻的得票率这么低 我就放心了哦 因为呢就证明了中国从佩洛西访台之前那一连串绕横话 到后来的军演到后来华春莹公布了美食地图 到后来现在又弄了一个最新版的台湾问题白皮书 这一连串动作下来对台湾人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了无心意啊 也有媒体就是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下比对哦 把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所发布的台湾问题白皮书认真的比对一番 那就发现了说他这次的内容删除了多项过去的承诺 包括允许台湾自治 不派兵不派官员来台 这样子的内容被删除了 而在旧版的白皮书中所写到哦 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不谋求独立 什么都可以商量 这句话也已经被删除 那现在呢只有留下愿让台湾一国两制在一中原则跟九二共事的基础下 与台湾各党派沟通这样子的内容 那我看完的感想就是 诶 至少这次中国不再那么自欺欺人哦 大家看到新疆的下场 到底谁会信你说 诶 台湾可以自治那一套啊 那大家看到香港的下场 到底谁信你说会不派兵不派官员来台啊 你说香港什么一国两制嘛 那港人治国嘛 确实是港人治国啊 但是那些港人不就是你北京清典的嘛 那这跟中国直接统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的建议是啊 干脆把这个一国两制哦 或者是九二共事这些内容也一起把它删除了嘛 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人会信所谓的一国两制啊 那把九二共事这种没有共事的共事 赶快也删除掉好不好 省得国民党整天在呼隆台湾人 所谓的九二共事到底是什么东西啦 那我最认真的建议就是 你们卢沙也不是前证词才说 统一台湾之后要再教育台湾人 我就建议啦 你就直接把这句话写进去你们的白皮书里面 那这样子呢 台湾人反而会认为说 你今天中国实话实说了 真的把你们的政策写在白皮书里面了 那这样子台湾人搞不好还会敬你们 是一条汉子 好 我们要选第三品的新闻就是 拜登签署2800亿美元 晶片保安抗衡中国占了17%的票数 那这个新闻呢 是我自己本周最关心的新闻哦 因为它绝对会影响台湾未来 在晶片供应链上的角色 跟台湾的战略地位 怎么说呢 因为全世界自从经历了疫情 那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 晶片短缺的危机之后 突然发现到 原来台湾占了全世界晶片产量的六成 而且呢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从手机 电脑 汽车 大到各国的军备 像是潜舰飞机 飞弹等等 没有晶片 通通没有办法运作哦 等于晶片就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就对了 但是呢 这样子的状况就会造成 各国在晶片供应上 非常的不稳定 台湾还有中国在旁边虎视眈眈 而且台海情势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呢 各国都认为说 这样子的现象应该及早去预防 尤其呢 美国也看到 中国今年来 它也积极发展它自己的供应链 所以呢 美国它也要发展自己的供应链 同时呢 它要去打击中国的供应链 让中国没有办法 占到晶片战略角色的位置 美国在8月9号的时候 就由拜登签署了这项晶片法案 那法案内容呢 就规定了哦 只要你企业来美国 投资晶片半导体的话呢 那就会有相当的优惠 大量的补助 还有相关的减税措施 那这些措施呢 对于外国的厂商 像是台积电 或者是三星等等 也都是可以试用的 但同时呢 如果说你在美国 拿获取章子的优惠的话 你十年内都不能够在中国 有加强投资 或者是扩充产能的情形 否则呢 你就不能够拿到这些优惠 简单说啦 美国就是要你选边站就对了哦 你要不就在我美国投资 不然的话 你去中国投资 你以后就别想来咯 就是这个意思哦 那有人在分析说 诶 这样子的法案 会不会对台湾 目前全世界 晶片龙头的地位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对此哦 台积电的前董事长 张忠谋先生哦 他就认为说 其实应该影响不大 因为台积电之前就有去美国投资了哦 但是投资后的结果 是觉得 诶 不如人意 成绩好像没有很好的样子哦 张忠谋他自己的分析是 他认为在美国 生产晶片的成本太高了哦 毕竟没有台湾人新鲜的 干跟无止境的工时哦 可能做出来的效果 真的没有台湾的晶片 来得有竞争力啦 目前哦 短时间看起来 可能对台湾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韩国三星而言 诶 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哦 因为大家知道嘛 韩国三星 他之前在中国 已经扩充了非常非常大的产能 那他在中国做了很大很大的投资 但是呢 这次的晶片法案 他当然也想要在美国占的先机呀 因为他看准的是中国的市场 但是在技术方面 美国是比中国还要强的哦 所以他也想要借由这次的晶片法案 那在美国设厂 并且获取补助 不过呢他也不可能因此就停下在中国的投资嘛 所以他就造成一个非常凉难的局面 那在最近哦 美国所发起的晶片四方联盟 也就是美国想要集结 美日韩三国共同组成一个联盟 来对抗中国晶片供应链的这样子的做法 韩国也是展现了一个举期不定 犹豫不决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这个法案会对韩国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以及呢全世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晶片法案造成晶片供应链 整个生态大洗牌呢 真的值得我们继续密切注意下去 好 台湾人对中国的厌恶感来到历史新高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却坚持要在这个时机点去访问中国勒 而且呢他提出申请的时间还是在8月4号 也就是中国对台军演的第一天 大家都搞不清楚夏立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去中国 所以呢底下就有网友留言啦 访中的事我完全看不懂 是要直接去求和统一吗 不然去那边要干嘛 那也有中国的网友留言说 哎我不太懂为什么台湾每次到了选举 国民党都要特地来咱中国一探啊 是利益输送还是什么呢 夏立言是看到中国对台军演 所以吓到整个脚都软掉了 觉得他一定要马上过去中国抱大腿 他是生怕落后在欧阳娜娜杨成岭这些人后面吗 是这样子吗 最近不是蓝莹一直在打零之间的新闻吗 那感觉蓝莹的声势有点上来了 那夏立言却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子的议题 做球给民进党杀 我真的是让人家想不透 他到底是站哪一边的 真的是可以列入2022年台湾最大的谜团之一啊 那这个夏立言呢 说起他的事迹哦 其实也蛮特别的哦 夏立言他在2003年的时候 他当时是时任的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 在2003年的时候台湾因为遭受到中国过来的SARS病毒的肆虐 死了非常多人 那也面临了一次疫情的危机 所以当时联合国的记者协会就邀请夏立言去那边报告 没想到呢就遭到中国的外交官沙祖康当面呛 谁理你们 早就敢拒绝了 没期待会打出的决定吗 那这一幕呢我想很多人可能至今记忆犹新啊 有多少对中国怀抱默想 怀抱统一希望的人是因为这一幕而整个觉醒的 哦我想应该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那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夏立言竟然是不屈不挠 还坚持要去中国哦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只能说夏立言这种不屈不挠的行为 我们可以用拓面自干来形容吗 那夏立言呢他在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 也就是所谓的马习惠 因为当时呢马英九他说他自己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跟习近平见面的 但是呢据说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中华民国 以及他总统的身份 这件事情也演变成一个罗生门 那夏立言呢他当时就出面来帮马英九报物品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人物面前 能够勇敢的说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一中各表 这种话马总统是第一个人 马英九到底有没有对习近平 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 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夏立言 你搞不好可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 而且是公开的第一人 你这次过去中国 我建议你就直接把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挂在嘴边 最好还拿中华民国的国旗过去 那这样子呢就没有人会怀疑你 过去中国到底是安什么居心 另外呢你们说是要去中国进行募款 我想如果说你肯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真的不用担心 中国国民党那个钱一定是远远不绝进来的 好吗 所以希望夏立言你可以说到做到 票选第一名的新闻当然就是 台大校友苗博雅忠告林志坚 不要与台大公信力对撞 占了36%的票数 那底下就有网友说呢 想听郡政立育师讲论文抄袭这部分 与之后的救济问题 那也有网友表示 台湾的选举特色就是攻击对手的论文 攻击赢了就赢了选举 但底下也有网友举出实力反证 论文跟输赢根本就没有关系 那也有网友表示认为不解 论文为什么会比夏立言榜中更重要呢 那另外有网友提出他对论文的看法 他认为说论文问题是台湾学术界早该解决的问题啦 为什么要写论文呢 对这个人的学业真的有必要性吗 对学术界真的有帮助吗 政治人物为什么一定要写论文等等等 大家的意见非常多 对这个新闻林志坚到底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 每个人其实心中都早有定见 大家都已经站好边了 那大家希望我讲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想要听我去做什么样的解析 而是只想要看我是站哪一边 我真的认为论文跟县市长选举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县市长选举应该还是要着重在市政上面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子讲一定又会有网友说 哎律师那当初你为什么在讲李梅珍的事情啊 他的论文是被判定是有96%的相似程度 那这么高的相似程度放到法律上来讲 那是毫无悬念就是绝对是抄袭的 而且呢当时是李梅珍他自己提出他要抛弃他的论文学位 这样子的议题 所以呢我才就抄袭以及抛弃论文学位 这些法律上的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说 明智坚跟于正王论文的相似程度 根据苏宏达的计算他认为是有40%的雷同 但是呢台大退休教授黄武雄的计算认为是只有5到10%的雷同 所以两篇论文的雷同比例到目前到底是多少 好像也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这样子的雷同比例能不能构成法律上的重置或者是改做的要件 其实是很有争议的 那再来呢台大学人会认定是林志坚抄袭于正皇论文的理由 原因是于正皇的论文发表在先 林志坚发表在后 所以认定林志坚抄袭于正皇 但是这样子的标准在法律上不见得说得通 因为在法律上你要主张著作权必须是具有原创性 那原创性呢跟论文发表时间的前后并不是绝对等同 林志坚到底有没有抄袭于正皇这件事情 除非他们两个人都把这些事情拿到法院去打官司 去弄个清楚明白 否则的话光凭我们在这边说 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那另外呢台大学人会目前已经做出决定了嘛 那林志坚如果对于这样子的决定有不满不服气的部分 那就应该去寻正确的管道 去跟教育部提出诉论 或者是在打之后的行政诉讼 让法律来做一个最后的裁定 现实长选举的意义终归还是要回归到市政的规划上面吧 就目前而言我对于桃园市政的规划或者是相关的政策 我都没有听到两边候选人对于桃园市有什么样的愿景 有什么样的规划 未来想要有什么样的发展 完全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桃园人而言 那还是一种侮辱啦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又是什么咧 各位朋友啊 现在呢是8月12号下午7点半左右的时间 那就在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呢 林志坚已经宣布他要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 那因为我们早上呢刚刚才在录影评论林志坚论文门的事件 结果他下午就宣布要退选了 本来以为说我可能诊断都要从头再路过 但是呢后来想一想 其实我的结论并没有差多少 林志坚到底有没有抄袭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司法来判定啦 那要走司法程序就至少要一年半载嘛 那你总不能在整个选举期间都一直在搞论文这件事情吧 所以呢我觉得林志坚退选也算是好事啦 桃园市民呢可以就各候选人关于市政的政见上面来好好检视一半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银贞律师YouTube频道 也订阅我的IG和我的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的爱帐号咯 我是银贞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